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活動時 提到土地供應 她說希望各個政黨和關注團體 不要凡事都說不 否則香港就會停滯不前 發展局局長黃偉倫就說 政府對小豪灣車廠上具 用作公屋發展持有開放態度 陳婉婷報導 林鄭月娥出席城市土地學會 亞太峰會時提到土地供應 可以說是香港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 她說問題的關鍵不是香港不夠地 而是市民、政黨 以致是關注團體要明白一件事 對於有報導說政府正在研究 至於其他港鐵上蓋項目 是不是打算用來建公屋 黃偉倫就說討論未成熟 暫時不評論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